Hello 大家好 我是全士能的作家陈琳 今天很高兴又为大家来设计 来介绍一组动作叫骨盆运动操 就是针对很多妇女朋友们所烦恼的 怎么骨盆呢 肚子在40岁以上或35岁以上的女性朋友们 都会发现我越来越胖了 腰围围下半身女性 尤其是下半身西洋梨的体型 可以让你们雕塑之外 也可以活化你们的子宫软槽 让你的子宫各方面更健康更美丽 OK Let's go 跟着陈寗老师一起来动一动 好的 我们接下来骨盆呢 跟着陈寗老师一样侧向你的右斜前方 好的 45度 然后将你的左脚屈膝 OK 很简单的是先让你的骨盆成中立的位置 好 往前推的时候呢 骨盆呢 是臀部夹紧 手臂往前 配合手臂会更有感觉 好 身体上一个球一样圆圆的做脊柱的曲曲 好 打开呢 骨盆是前颈 屁股翘 然后手在后面 好 吐气 一 好 打开 二 这样子来回去做 你会发现你的骨盆 它会有运动有收缩 你会瘦整个下半身马鞍肉的部分 还有下半身西洋梨 再一次看另外一个角度 一样你可以侧在左斜前 如果在你家里前面有一面镜子也好 没有镜子可以看陈明老师哦 很简单的 骨盆让它在中立的位置之后 我们可以夹紧臀部 如果你觉得老师的手很复杂 你也可以用手插腰 一 对不对 二 骨盆 翘臀部 好 骨盆夹紧 好 阔胸 顺便可以做阔胸哦 还有吐气 很好 配合你的呼吸 注意最完美的动作跟运动是可以结合呼吸的 所以我们在这边吐气 吸气 吐气 肚子好像挖空的感觉 这样子来做三个循环八次 这样子你的腹部一定会很紧实 你的臀部会很漂亮 又可以让你的骨盆跟子宫呢 女性朋友更健康哦 Let's go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